尽管杨中李集团公开澄清 是通过公开招标 获得一个精明网络项目 没有涉及不当的行为 不过反贪污委会首席专员 丹斯里阿战巴基强调 目前还在调查的阶段 现阶段下定论还言之过早 阿战巴基发文告指出 反贪会秉持着专业和公正的精神 遵循正当程序调查案件 确保各方的利益都得到保障 他也促请各方不要胡乱揣测 杨中李集团昨天发文告指出 他们是透过公开招标的方式 获得政府的项目 并且否认涉及任何不当行动的指控 他们也履行了对政府的合同义务 没有违反任何条约 因此种种的指控 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名誉 他们不排除提告诽谤者 他们的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